对清华日军的暴行有阴影 又为何以日本战犯为友 吴万平供奉日本战犯是不能被理解的 拥有大学学历的吴万平 曾在南京某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后来离职出家做了军事 供奉日本战犯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他才得知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 所以他的忏悔更不值得同情 他自称从福建老家到南京之后 因为了解清华日军的暴行 知道松景时根等五名战犯的罪行 所以产生了心理阴影 自己也长期被噩梦缠绕 他说接触佛教后 便产生了通过供奉五名清华日军战犯 以当到解决使节脱离苦难想法 这是非常离谱的说法 完全不符合佛教教义 也不合逻辑 很难让人相信他的说辞 要拜托阴影和噩梦 难道不是让二人错谷人徽 永世不得翻身吗 为什么要去供奉 他不是对供奉有什么误解 既然说自己有精神病了 为何还能为流满面的忏悔 精神一直不正常 现在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可见精神病人形势 果然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他看南京大屠杀惨剧 看日扣累累罪行 长期被噩梦缠绕 他不去祭奠三十万无辜的亡魂 反去祭奠罪恶招张的战犯 吴阿平的行为 否定了张淳如一生的努力 如果没有张淳如 南京大屠杀又怎么能被全世界看见 张淳如在自己人生中最好的年纪 主动投身那段惨痛的历史 为害南京一个真相 他四处奔走和询问 查遍所有资料和记录 只为一个信念 那就是让所有人铭记历史 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张淳如二十九岁那年 他写下了南京大屠杀 被遗忘的历史浩劫 往往本地还原了 这都发生在中国主地上 那件骇人经文的惨案 这本书给他带来了鲜花和掌声 也招致无数恐吓和侮辱 最终不堪其扰的他 选择饮淡自尽 结束了自己鲜活又美丽的生命 他为了真相为了同胞 护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是吴阿平只为了自己 那所谓的心安与得 便随意地践踏我们的历史 他不配忏悔也不配被理解 吴阿平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还曾读过张淳如的这本书 可现在却是最对不起张淳如的人 张淳如的淳如两字 取此能语以为纯正和谐 张淳如父亲曾是台湾物理系的状元 母亲一直终是化学研究 他们在为女儿娶女子时 赌予了天底下所有父母最苦素的愿景 健康平安和谐美好 张淳如也的确没辜负父母 打小张淳如就心底善良 而且有着很强的是非观 尤其当母亲给他讲外公抗日的故事时 那波兰壮酷的场景虽然陌生 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一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他的母亲告诉他 作为中国人 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时张淳如的母亲哪里想得到 自己的父亲曾在战场上应有抗日 是个大英雄 而自己的女儿 未来也将走上这条正义之路 成为另一个英雄 在1935年17岁的张淳如 被名校医域诺医大学 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同时录取 做完整个校时 能做到这点的学生少之用少 攻读了三年的计算机之后 面对即将到手的专业学位 他却选择放弃 然而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新闻领域 他用六个字解释给父母 文字令我着迷 而且张淳如心里清楚的很 当他踏上文学这条路时 就注定了只有一个方向 为善和故土而写 所以在1996年时 他跑遍全美访位上百位证人 探寻成封五十年的绝密资料 狗心力学不辞辛苦 需要这样为真善美而战的斗士 这位胸怀家伙的女斗士 在追求正义与真相的道路上 注定一去不返 1997年的时候 张淳如抵达南京 开始探寻六十年前 历史浓雾中的血腥味道 对于当时不到25岁的他来说 这是一场极其痛苦的工作 一部酷刑百科全书 在他的面前一一展开 他不仅要看 还得去触摸 有受害者曾在暴行中 几乎被活活伤死 他露出身上的伤疤 看的人触目惊心 在历经三年漫长的调查之后 1997年南京浩洁 被遗忘的大屠杀正式出版 南京浩洁已经推出 就受到无数关注 一个月之内 就打入美国 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 畅销说台淘宝 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后来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 赞版十余次 运数超过百万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称他是第一本 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美国新闻周刊则评价道 对二战中对令人放纸的一幕 做了果敢的回顾 改变了所有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 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这个年轻而瘦弱的女孩 以一人之力 把历史写灵敏的真相 放落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和后来张淳如却因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2004年幽郁正完全吞没了张淳如 他悄悄留下一书 遗书上的内容写道 他觉得自己被不知名的组织盯上了 表示自己经常走在街上被人跟踪 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 他最终选择在车里吞枪刺劲 那时他只有36岁 归受他短分的一生 本该顺风顺水的人生 他却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的路 追赶着一群被历史遗忘的人 脑怀一腔热血的张淳如 结果却是那么的孤独而凄凉 所以共奉清华日本战犯 历史不会答应 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 全中国人民更不会答应 卧平永远不能被理解